有一个朋友找到我说能不能焊一个铁沙发 因为他们家的猫总是喜欢拆家 自己焊了一个铁的沙发照 还被他朋友的狗给攻坏了 我听话我对他深感同情 现在的宠物都这么嚣张了吗 所以我准备帮他一把 用煤气罐给他做一个多功能的铁沙发 大哥 虽然这个我没看懂 但是我感觉很牛 我感觉很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用煤气罐做的沙发已经完成了 我坐上去也试的是还挺舒服 因为煤气罐可以转动 所以我们在沙发上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 而且它的腿拖和靠背都可以自由调节 放平之后还可以当个单人床使用 打开腿拖底下放个煤气罐 还可以用它应急炒个菜煮个面什么的 我打开腿拖底下放 下来说 我打开腿拖底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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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宠物拆架的问题 也用我家的狗狗做了测试 通过观察 没有遭受到任何破坏 毕竟谁家的宠物会傻到去 饲要一堆煤气罐呢 如果遇到喜欢拆架的宠物 我们还可以启动驱逐模式 只需要打开这个菜馆 这里有一个感应器 只要感应到狗狗在上面 搞破坏 它就会两边的音响 就会发出老虎的叫声 进行驱逐 像这样 比方来差家了 起动 如果遇到特别嚣张的狗狗 不怕老虎狮子这些猛烧的叫声 我们还可以启动爆炸驱逐模式 这时候 只需要打开另一边的开关 这样去触动感应的话 里面的烟火系统就会启动 可以看到 这时候我们把炮烧放进去 想象一下 如果狗狗在上面 爆破坏的话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没想到它的威力这么大 我想只要给坏狗狗演示一下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用这种模式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我那个朋友能够喜欢这个沙发 咱们下期再见